那么再来看到的是 纽约州即将要打造一个 翻版的拉斯维加斯赌场吗 这得要由民众11月5号公投来决定 但是呢 因为纽约州长葛摩 他支持盖赌场的立场太鲜明了 而引发了不少的争议 有些居民很喜欢赌场 可以挣扎很多工作机位 有些地方呢 好像我们法拉斯人员 有大部分说开赌场不好 因为赌钱 人家身心苦苦 这样的钱一个晚上就输掉了 每天跑赌场也不好 我是保持重力的 看看大家意见怎么样 就投什么票 我是不赞成他们把这个赌场开 有一两个已经可以说 对这些喜欢走到赌场去的 这些朋友们已经有地方去了 你要增加更多的地方 是不是造成更多的人 走上这些不良的这种游戏 而且造成很多更不好的 就是很多家庭的纠纷 社会的不良的事情 就会因而起 我觉得这个站在这个 我纽约市的这个公民的这个立场 我是不赞成的 纽约州民众对于新建赌场的公投案 目前支持跟反对方各占一半 不过却传出州长葛摩 为了希望公投过关 刻意地修改提案文字 像是宣扬赌场可能会带来的减税 还有就业计划 学校补助计划等等 但是却不提案藏的隐忧 才会被反对人士痛批 州政府似乎是在畅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